司马列也抬起了头 神情凝重 语气缓和道 没错 刚刚有几人也提过几个名字 但说实话 老夫也不知晓其中的底细 若是让老夫判断 倒也为难 不知晓友如此肯定 是否有什么证据 叫证据 陆尘微微一笑道 简单 说着 陆尘自乾坤袋中 取出几枚地精石来 在众目睽睽之下 翻掌燃起一团黑色的火焰 瞬间将地精石融化开来 跟着他卷起袖子 带出一阵炙烈的火蛇 神石微动之下 浩空锤突兀出现 叮叮叮的三声 浩空锤的百炼千锤之法 虽然没有光目中人影所领悟的深奥 但数十年的苦修 也不是白白浪费的 一招施展出来 便是冷冰的海底行工 都升起一团妖异的黑焰 陆尘仿佛火神将士 全身上下被两条火龙包裹 周身的烈焰顿时散步到树米开外 一柄飞剑 在液态的精石精髓的凝聚之下 眨眼间成形 飞剑的线条 剑尖的细腻 两刃的轻薄 剑体的长短 大小 甚至众人以神石所察觉到的轻重 都在那一瞬间 近乎达到了完美的地步 而在这个过程中 陆尘整整挥出了二十八锤之多 这二十八锤 每一锤的衔接都与光幕中人影的落锤手法如出一辙 每一挥锤的力道都几乎没有任何差别 二十八锤的衔接 每一锤与下一锤力道的提升 都平稳到耐人寻味的地步 甚至陆尘的动作不但优美 连贯 一气呵成 中间全无停滞 就连喘气吐那蓄力都不曾出现过 就像是一口气挥出这二十八锤 中间没有半点间隔一般 整套动作简直可以用娴熟完美二次来形容 一看就知道是长期深暗此道的高手 而最关键的是 陆尘将这套动作完美展现出来之后 居然与光幕中人影的动作气势 甚至是控火的手法 脆火的时间都一般无二 相似的仿佛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一样 而当陆尘结束了练气之后 目光迫射着精锐的一芒 出奇专注的盯着手中刚刚成形 还带有些许火焰余温的上品 法器飞剑 练气六年 陆尘现在可以轻松自如地炼制出中品法器 而炼制上品法器飞剑 是他的拿手好戏 这柄剑看似普通 但线条之流畅 已然融合了炼气一道的精髓 大凡至简 气魂之所在 蕴藏在修饰与法器低血认主之后的神识当中 此剑只有一种能力 那便是锋利 不要小瞧这两个字 仅仅是锋利就能达到上品法器的地步 绝不是一个有手好闲的二流炼气者能够做到的 何况陆尘只用了不足半炷香的时间 便已经打造完美 如此高明 快速的炼气手法 足以令场中包括司马列在内的所有高手为之瞠目结舌 炼气何其困难 就算是天生火灵根的存在 也未必能够理解炼气一道 更别提在这么短的时间里 去炼制一件上品法器飞剑了 这时 陈曲和吴阔方才想起 在进入峡谷时 陆尘曾经大言不惭的说 赠予属下上品法器 就赠予属下上品法器的狂妄态度 拥有这样的炼气手段 区区一件上品法器 又算得了什么呢 假以时日 极品法器甚至是灵气都不在话下 如今 陆尘俨然已经成为众人眼中的绝世强者 一个修炼到园英境界的高手很少 但细心去找 不难发现也有很多 然而 一个能够这么轻易的 就将上品法器炼制出来的人 绝对是仙灵大陆上屈指可数 甚至是凤毛麟角的人物 而他 眼下仅仅是金丹后期 方才修炼了数十年 这样的人 只能用两种办法对待 一种是马上将其格杀 另一种 则是成为他的朋友 永远的朋友 否则一旦让他成长起来 将会是修真界的一位 不好惹的角色 众人惊骇不已的盯着陆尘 各种各样的心思 开始生出了萌芽 有的眼神迷离 死在考虑 有的干脆目放异彩 想办法结交 有的神情黯然 不敢直视 更有的如王通之辈 木犯杀鸡 至于司马列 老眼当中全是兴奋的神采 就连刚刚的问题答案 都抛在了脑后 死子天赋惊人 绝对是可造之才 假以时日 仙灵大陆定会成为 修真界一颗耀眼的金星 受万事修者所瞩目 厉害呀 圆猛这个大嘴巴 许久的惊恶之后 爆出超乎想象的感慨 上前一把搂住陆尘道 兄弟 你太牛叉了 按圆猛这辈子就服过大哥 你现在是第二个 厉害 厉害 陆尘黑笑了一声 面色温和 善意满步 玄机看向司马列说道 前辈 不知这样算不算是证据 算 算 司马列惊醒连连点头 眼中的笑意更盛 他长出了口气 视线扫过众人 马上回复了平淡的表情 说道 两个问题已经问完 想来只有陆尘小友一人 符合离开 先灵大陆的资格 至于你们 快去挑选想要的东西 离开吧 古兰等人神情稍缓 目光却是始终 无法从陆尘的身上 抽离出来 不过随后 众人开始指点 一样样灵气 进行索取 司马列倒也大度 依然一样 凡是挑选者 皆是给予满足 而在这个过程中 他的注意力 根本不在那些足以令 先灵大陆修饰 为之疯狂的灵气上 不大一会儿 众人挑选完毕 喜获灵气的喜悦感 将刚刚的震惊 掩盖了下去 轮到陆尘 他抱了抱拳道 司马前辈 晚辈有一事不明 希望前辈指点迷惊 好 但说无妨 司马列如今 对陆尘极为看好 语气比对众人时 要和善的多 陆尘道 晚辈想知道 在仙灵大仙之外 何处才是黑魔族的领地 众人诧异的看向陆尘 心中不由暗道 这人是傻子不成 只有一次机会 不要灵气 不要先决 却要问关于黑魔族的事 司马列看了看陆尘 沉声道 陆尘 我要警告你 在这里 你只有一次机会 你真的要放弃 可以获得灵气的机会 陆尘坚决道 晚辈 逐一决 好 司马列点了点头 翻掌 亮起一团白光 在这道白光的指引下 右后方珊瑚群中 一卷散发着金光的古卷 远远飘了过来 司马列将古卷交给陆尘道 老夫不知黑魔族的领地 但此卷乃是上古先仪时期留下来的关于修真界的区域划分 上面所标注的东西很多 你可以拓印一份在预见当中 里面有的就是老夫所知道的 没有的就需要你自己去找了 陆尘一直以来的心事 就是要找到左青汉 尤其是当奇境老人 凌晨睡前告知自己 与左青汉已经发生了超过兄妹之情的关系后 这个念头便更加强盛了起来 他将古卷拿在手中 不自然的微微颤抖 似乎感觉到自己的一颗心都跳到了嗓子眼 汉儿 哥哥很快就能找到你 不会让你受苦了 安安低难着 陆尘不由分说打开古卷 取出一份预见 将其中的内容拓印了进去 随后交还给了司马列 司马列正欲开口 忽然整座海底行宫大殿 突然摇晃了起来 一道道撕裂的地缝从随时地表延伸而出 几项恐怖 所有人望见那些被搁置在珊瑚中的法宝 一渐渐的掉进了地缝当中 有的直接落在了地上 法阵的禁制突然消失 一变突起 众人匆忙借其法宝护身 正在这个时候 陆尘察觉到司马列的表情极其凝重 一丝丝凌厉正从其头顶飘出玄机 众人便是感觉到司马列的气势正以极为恐怖的速度锐减 无数道贪婪的目光陡然射出 并一致地落在司马列的身上 前辈似乎受援以尽了 古兰残忍出声 目光中带着些许的冷笑 司马列望去一眼 冷静地扫视着周围虎视眈眈的众人 忽然一笑道 哈哈哈哈 居然被你们看出来了 不过已经晚了 走 逼喝了一声 司马列一把拉过离着自己最近的路程 突兀地消失在原地 海底行攻 珊瑚群轰然爆裂开来 满天的粉尘混合到海水当中 使周围水流呈现出血一般的鲜红色彩 不好 这里的大阵要崩溃了 众人见状骤然色变 此时 再也没有人去管突然逃走的路程和司马列 所有人的目光 皆是留恋那满地的一宝 哼 犹如山崩地裂的轰鸣声响彻起来 恐怖的轰响及地面的震荡 旋即涌向四面八方 一众高手眼眸中翻着兴奋的一彩 疯狂地射向那满地的一宝 防防是我的 给我闪开 杀 海底行攻某处 阴暗的角落里 司马列与路程躲藏在其中 远方便是杀天罕地的一众高手 显然 面对那些突然解除了禁制的法宝 众人终是忍耐不住的杀成了一团 没有留守 所有人皆是拿出全部的实力 疯狂掠夺着海底行攻中的宝物 司马列盘西坐在地上 眼前一面巨大的镜子将他与路程挡在后方 既能够看清对面 又能有效地将自己的气息很好地遮盖 老人气息紊乱 面色苍白 仿佛经历了一场与高手之间的对决 丧失了全部的法力似的 便是周围海底的寒气都能让老人瑟瑟发抖 路程见状不禁大吃一惊 赶忙调动法力为老人护法 厚重的土灵器全部施展开来将老人包裹 司马列顿时一惊 你 你怎么会拥有道门的法力 你不是修习阴灵之气鬼宗功法吗 路程文言 知道自己露了底 当即苦涩一笑道 对不起前辈 晚辈没有告诉你 晚辈所修仙诀想必应该与前辈是一样的 大言仙诀 司马列惊呼出声 不过转而又马上平复了下来 畅然道 没错 像当年老夫神使受到那摩奇的入侵 进入发狂的状态 展开无边的杀戮 最终在先灵大帝将摩奇 逼入另一枚猿猿之中 此报 方才得以脱身 当初老夫神魂受损 根本没有注意到乾坤代仪时 回来之后又闭关百年 方才将摩奇全然压制下去 但想不到 老夫的无心之事 却将大言仙诀留给了你 怪不得刚见到你的时候 老夫有一种亲切感 司马列欣然的笑着 路程这下才明白过来 原来当年司马列并不是恶意杀戮 他是被煞气所轻 说到此处 路程倒也极为佩服司马列 他居然能够想到 将煞气全数逼到另一枚猿猿中 最后与自爆损失一枚猿猿猿的代价脱身 光是这种气感 便足以令路程佩服的五体投地了 路程惨然一笑 道 难道前辈就没有想过 要寻回仙局 司马列叹了口气 说 怎么会没想过 你有所不知 当初老夫被魔器所侵 为了压制魔性 实力将这原因出气 否则你以为 就凭东西二州那些小辈 能够让老夫自爆原鹰 武尘一愣 玄气响响 倒也苦笑点头 五百年前 盛传魔镜城主司马列 就已经达到了出窍期 别说当年的十六原鹰高手了 就算再来一倍 也不够看的呀 不过 大眼先觉倒也强大 司马列又道 老夫动开第二金丹时 费了好大的力气 最后才发现 原来是自己操之过急了 若是循序渐进的修炼 恐怕不止两枚金丹 说到此处 司马列问道 对了 小有修炼的大眼先觉的时候 有几枚金丹 陆尘黑黑一笑 挠了挠头道 不满前辈 一共是九枚 九枚 司马列 司马列傻眼了 呆着在原地说不出话来 九枚 九枚 小有真是天赋惊人 想必定是小有的天生实脉的关系吧 司马列 司马列惊叹道 陆尘没有隐瞒 将修炼仪式前前后后 简短地讲述了一遍 司马列 司马列仔细地听着 瞳孔不断地收缩 到的最后 仰天长叹道 啊 天忆 天忆啊 看来大眼先觉 与小有有莫大的机缘 小有 老夫有意两眼相全